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·瓦德 無視抗議者要求他停止謀求第三個總統任期的呼聲 星期日,塞內加爾將會舉行總統選舉 星期五,幾百名婦女在塞內加爾首都達赫爾遊行 走過85歲的瓦德總統競選廣告牌 他們說,瓦德謀求第三個總統任期是違憲的行為 瓦德星期五在達赫爾集會上駁斥反對派對他競選連任合法性質疑 他對支持者說,他的政府願意展開討論 甚至願意與反對派進行討論